大瓶上的这个姑娘叫石如飞 是广西苍吾县六宝镇唐平村的传统茶飞仪传承人 她不仅开创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品牌 还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 今年她入选了全国十家农民 一块来看看她的故事 原种 原产地 原生态 原工艺 原仓储 这个原则来做茶 作为一个六宝茶的飞仪传承人 意味着我肩上的责任会更加的重大 六宝茶最早发源于广西无洲六宝镇 自从济世起 石如飞就整天待在父母经营的茶厂 直到2006年 她决定继承副业 开始学习种茶制茶 所以那时候我们做的六宝茶 是没有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标准可言的 反正我爱怎么做也怎么做 过去 村里农民基本都以种茶制茶为生 标准不统一 质量不稳定 卖不出好价钱 于是石如飞开始潜心研究 六宝茶的种植和制作工艺 她走遍当地每座茶山 根据土质特点和不同季节 气温湿度的变化 制定了六宝茶种植管理采摘和制茶标准 并开设培训班让村民按统一标准种植和加工 并扶持有条件的村民自己创业 如今在石如飞的带动下 六宝茶种植规模从100亩发展到14000多亩 制茶品类从20多种发展到200多种 17年间石如飞累计培训茶农6000多人次 依靠茶产业 唐平村每户每年增收3000多元